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陈月清,欢迎收看健康4.0 哇,我觉得老天真的对我好好 总是会适时的鼓励我 今天中午呢,去用餐 然后匆匆想赶快来要做直播 结果在走廊上呢,就碰见一位美丽的女性 很年轻,她就看到我,哎,你是陈月清吗 我说是啊,她说,哎呀,我好感谢你 我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她有甲状腺抗镜 喝绿拿铁之后呢,改善了很多 所以她很高兴地告诉我说,绿拿铁真的很棒 我最近呢,正好有一些事情不顺利 觉得士气稍微受到打击 那上天呢,就派了一个天使来告诉我说 这样子促进大众健康的事情 是可以继续做的,是要努力做 这个不要怕辛苦,不要怕挫折 那各位好朋友,如果你们也觉得 我应该继续努力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话 请赶快跟我按赞,按大薪 然后告诉我,你们从这样的饮食得到了什么好处 让我受到更多的服务 因为上个礼拜我去做健康大使的时候 也有一位我的铁粉到现场 告诉我说,她因为绿拿铁瘦了20公斤 20公斤哦,她现在身材曼妙,非常的健康 那所以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饮食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更是重要 最近天气呢,真的变化非常的大 大家知道吗?如果超过24度 就是温度从24度往下降的时候 每降一度得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会 因为心血管而发病的人会多200个病胺 所以温差大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那么最近呢,就是温差大 有时候早晚温差大 有时候今天跟明天,像台北 哇,前两天就温度忽然降得很低 那不要以为南部天气暖和 所以呢,心血管毛病就可以掉以轻心 其实他们说,因为中南部的气温都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越是这样气温温和的地区呢 反而对温度的敏感度会比较差 所以因此发生的病例反而比北部多哦 所以今天不论是北部,中部,南部 我觉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心血管疾病哦,非常非常可怕 真的可以夺人性命于片刻之间 那我们今天呢,教大家怎么样用食物 用饮食来预防心脏病 或者你已经有高血压高血糖或者是高血脂 就三分钟油脂很高 那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饮食来改善 我先来做一个我常常会做的一件事情 是我今天晚上要做的事情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你怎么做高汤呢 老实说,我是不熬高汤的 尤其不会用什么鸡骨牛骨啊 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呢,可能都有很多的污染 或者他们说会有重金属 所以我用什么呢 也是今天我们的旧新的好食材之一 叫做海带啊,海带 也有人叫它昆布 那通常昆布,我喜欢买比较宽的昆布 那如果没有的话,像这样子的也是可以 但是颜色比较深一点 然后没有发霉 然后闻起来有新鲜的海洋味道的就好 很多人以为这个白白的是发霉了 其实不是哦 它是它里面的一种分泌的东西 我忘记了,好像叫甘露醇嘛 那所以不要把它用力的搓洗掉 我们只要呢,又是我的好水 我只要用我的好水,把它冲一冲 然后呢,我就可以把它泡在 这就是我专门用来派海带高汤的 我又说还会写上日期 有一个专门的盒子 那这是我刚刚准备好的好水 所以1000cc,10公分 我们泡两条就够了 这里上面呢,也有它的那个 所以我们泡到1000cc 所以我们泡到1000cc就可以了 那曾经有一个日本料理的师傅跟我说 他发现呢,我推荐它给它的小分子水 非常棒 他说平常啊,这样泡混合高汤 都要泡一个小时 可是用这个好水泡了以后呢 30分钟它觉得那个滋味还有颜色就开始会慢慢变化 所以我们待会来看一看 这是我泡的海带高汤 这样泡好了以后呢,我要烧菜的时候 我就把它当高汤的底 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呀,那海带不是好可惜吗? 不会的,我会把那个海带呢,就是再冰冻起来 就是这样说,用完了以后 那个水用完了呢,高汤用完了 我们把海带放在保鲜盒也好 放后的保洁袋也好 然后放冰箱冷冻 我当鸡了比较多的时候 我在卤菜的时候,就会一次把它用掉 那也有的时候呢,你再蒸鱼啊 你蒸鱼的时候下面啊,就铺一个海带 然后把鱼放在上面蒸 那个鱼的滋味也特别鲜美 那泡海带呢,好处很多哦 因为海带高汤里面呢,它有非常多的矿物质 因为人是从海洋来的咯 所以我们身体的矿物质比例 跟大海的矿物质比例是一样的 那海带呢,也是海中的,就是海中的植物 所以它的矿物质比例就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 那好,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叫做德书饮食 不晓得大家有听过DASH DASH 这个饮食呢,是美国卫生研究院 特别研究,然后给这个三高的患者用的 特别是用来降血压,降血脂 也就是利用食物来防止高血压的一种饮食 它的原则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的小编也很辛苦做了一张比较大的 上次大家都说看不到,所以我们这次用另外一种方式 不知道这样大家是不是看的比较清楚 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玄骨跟精类 所以尽量不要吃白米 大家知道吗?印尼最近政府宣布了一个措施 叫大家都不要吃白米饭 然后就是说不要吃米饭 不要吃白米饭 可是我觉得不要吃白米饭 但是要吃五穀杂粮 因为那毕竟是我们精力的来源 我们以前叫它做主食 你现在可以不要吃到像以前那么多 因为我们现在用体力用劳力没有以前那么多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碳水化合物来支持我们身体的运作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吃五穀杂粮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B群,还有各种的营养素 然后它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还有这个植化素也有抗氧化 其实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白米改成五穀杂粮 然后呢,颧骨,根筋类,豆类都是要吃的 然后天天呢,要吃五苏加五果 我们以前说天天五苏果癌症远离我 后来又有学者专家说 不对,五苏果还不够 要苏果五,七,九,健康人人有 就是小朋友要吃五份,三份蔬菜,两份水果 像我们这样的女生呢,要吃七份,四份蔬菜,三份水果 那男生呢,要吃九份,五份蔬菜,四份水果 那这里呢,得出饮食呢,是说要五菜五果 哦,忽然忘记宣布今天的好消息了耶 要赶快宣布哦 现在有在线上看的朋友哦 请赶快给我留言哦,分享哦 嗯,因为呢,我今天要抽出非常特别的礼物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分享留言 我们会抽两到三位 在十二月三号的中午 十二月三号的中午 跟我共进午餐 我会做一桌非常澎湃又健康的料理 而且非常简单容易做 所以你不仅会吃到澎湃的料理 你也会学会做个澎湃的料理 然后呢,还可以跟我现场的讨论 现场面对面讨论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一定要呼喷一礼拜 叫大家都来看哦,分享 然后呢,留言 呃,上一次我很开心哦 我从开播到现在呢 每次都有接近五百人 上个礼拜还超过五百人 那我希望今天能够更努力的往一千迈进好吗 同时在线人数哦 十二月三号 哎,现在看不到哦 我,我会抽两到三个人 哦,来来来,小编给我缠纸条哦 对对对 哦,有机会跟我一起吃午餐 要留言 对对对,十二月三号 来,你要写 你要写 一二零三 哦,你在分享后 你在留言的时候写一二零三 哦,这就是我们的通关密语 一二零三 那我们就会抽出来 然后你就有机会跟我共进午餐 赶快,我来看看现在现场 有没有朋友在留啊 有没有在留一二零三哦 哦,OK 哦,有有有有有 好,是 哦,声音有点小吗 现在声音有点小吗 有有有有有 如果,哎,请大家回退一下 对,所以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方式 我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 大家回退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方式 我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 哦,声音OK 哦,声音OK 有人说声音OK 哦,好办 跟老师午餐约会 哈哈好 哦,还有 哦,对 哦,对 哦,德树饮食的原则就是用各种营养素 全方位的搭配来改善健康 达到降血压的目的 那,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要吃 好,第一个就是要吃全骨跟筋类 啊,全骨跟筋类 啊,全骨跟筋类 啊,我们我们就说 定你已经禁止 就不是禁止 呼吁国民不要吃白米饭 的确白米白面白糖都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然后我们改吃五骨杂粮 我今天还跟朋友说 我的五骨杂粮一定会有糙米 会有燕麦 啊,然后会有黑米 然后会有小米 然后另外一种呢 这是我四个固定的 另外一个我就会有时候是薏仁 有时候是红豆 有时候是绿豆 有时候是埃及豆 这样子交互的搭配 那五骨杂粮对我们身体非常好 那也有癌症的研究 去年公布的吧 他说如果你要预防癌症的话 就要天天吃五骨杂粮 全骨类和豆类 他说不是每天 而且是每餐 另外我刚刚就说 苏果 以前是说 苏果五七九 健康 人人有 那现在呢 是说得苏要五苏五果 当然你六苏四果会更好 因为苏菜永远要比水果多一样 那如果你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话 你的水果可能要减量 而且要选择比较这个不甜的水果 那如果你是肾脏病的病人的话 那你如果要吃那么多的五骨 或者是蔬菜的话 尤其我们蔬菜的时候打精力糖 你要根据你的肾功能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肾功能是有 比较有问题的 那你就要去跟你的医生商量 你到底能吃多少份的蔬菜 多少份的水果 然后你的骨类 全骨类 还有你的蛋白质能够吃到多少 那通常盛碳病人都会知道自己能够吃的分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坚果非常重要 有这个美国医生就说 因为那个坚果就是我们最好的心脏病的良药 那一天呢 当然也就是十克 或者最好不要超过三十克 或者是一匙这样子 那这个呢是德书饮食 我们是平常在食物 可是德书饮食它是好油要更少一点 所以它大概是一匙一匙十克左右 这是提供给大家的德书饮食 那有哪些食材啊 有哪些食材是对我们这个心脏病特别好的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说 第一个呢 我的心中的首选就是 上一次有示范给大家 叫做艺人 超艺人 看得到吗 超艺人 那我们古人大学有一个教授啊 蔡教授他做了研究 他说每天大概他给这个有有这个心心血管问题的人 有高血压 血脂高血脂的人 每天吃六十克的六十克的艺人 那结果发现呢 四到六个礼拜 他的那个血压就会下降百分之十五 下降百分之十五 那比这个燕麦呢 比传统的燕麦还好 所以这个是超艺人 超艺人煮水也可以去很多的调调聊啊 所以艺人是不错的 但是再提醒一次孕妇孕妇 还有小朋友也不要吃太多 最好也不要天天吃 第二个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示范的 就是亚麻人子 大家看到吗 这个细细的亚麻人子 有点像芝麻 但是它是可可色的 这是亚麻人子 含有非常丰富的Omega 3 医学研究 一向双芒的双芒的研究 发现呢 它是用饮食来降血压 最最好的一个一个食物 比血压要还要好 比血压要还要好啊 所以呢它这个 降那个胆固醇啦 三高啦 血脂啦 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会用亚麻人子打一道 非常可口的饮品 那还有另外呢 就是洛神花 大家知道洛神花吗 这是台湾的特产哦 这是晒干的洛神 因为洛神就是比较难保存 所以通常都是用干的这个洛神花 洛神花呢 也是媲美降血压要 每天喝一杯洛神花的话 可以减少百分之十五中风的机会 这样好的东西 要不要尝试呢 我们现在立刻就来试哈 自从我有了这个宝贝糊 哎哟 好多人跟我说他好喜欢这个粉样糊 我也是爱不释手 每天都一定要用到它 那我这个平常不是很喜欢喝茶 因为我都喝水哈 所以说到这里赶快要喝水 因为要预防心脏病 高血压呢喝水最好 好我们现在换了一个麦 换了一个麦 声音如何 我们刚换了一个麦 请大家分享声音如何 1203 有点小声 太小声 真听不清楚老师说什么 哦 陈姐好漂亮 有点小声 谢谢 那来来来 那个还有马来西亚的人在看 哇 哎 可是马来西亚这位朋友跟我说 他可以很清楚的听到我耶 哦 我好开心哦 那个 昨天也有一位 特别从新加坡来的一位 我的读者 他说他得乳癌 然后他开始用我这套饮食 保养他自己以后 非常非常的健康 所以他昨天特别到 癌症高伴基金会来看我 跟我说谢谢 然后也交换一些心得 还要他带他的女儿 他说他也想让他的女儿 开始喝绿拿铁 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好 OK了哈 诶这次声音很清晰咯 声音很清楚咯 好 谢谢大家的回馈 那我就可以继续讲下去了 哦 我说我平常都是喝水 比较少喝茶 但是我今天要做一个 就是可以降血压的茶 那就是要用我们这个洛神花 刚刚讲洛神花媲美降血压药 那怎么做呢 其实它晒得很干了 但是我总是不放心 所以我就会用我的好水 把它冲洗一下 我今天穿的衣服不太像要在厨房里 因为我刚从午餐赶回来 不过我想像正面后面都蛮好看的 好 这个洛神花我们把它放下去 大概五朵就可以了 因为洛神花差不多都是一样大的 好 五朵 洛神花 我既然泡了六朵 六朵也可以啦 因为我的水 放了多一点 一千细细的水 好 六朵 然后大家平常问我说 我是怎么保存我的蔬菜水果的 这里就是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盒子 我的盒子里面有 我接送的萝卜 洋葱 还有我常常用的这个柠檬 然后呢 这是我已经洗好的 洗好 通常我都会把它风干 再放进盒子里面 那这样子要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立刻拿出来 我朋友经常是放在冰箱冷藏的 那现在是因为要吃饭 所以赶快拿出来 所以这是已经洗好的 我也是用菊宝洗过 然后虽然它是没有那个 它是国产的蜜苹果 所以没有那个打蜡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会用菊宝洗一洗 用刷子刷一刷 有些脏东西都可以洗掉 好 我们知道那个苹果的这个底啊 地头的附近都是最容易 藏物纳垢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切除掉 清除掉 然后这个因为我们要煮茶啦 所以就不要这个盒了 你想怎么切都可以 我为什么要加苹果呢 是因为洛神很酸很酸 所以平常洛神花的蜜饯 我也不太敢吃 因为会加很多的糖 那我也不想在洛神茶里面加糖 因为你加了糖以后呢 你又吃进了很多增进你发炎的东西 因为洛神花就是抗发炎嘛 那你就增进了你发炎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会用苹果来带它的甜味 你知道吗 用苹果 中和一下它的酸味 滋味还不错哦 一个小苹果就够了 五朵洛神花 一千细细的水 然后一个小苹果 其实在家里准备自己的茶水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是有茶包的话 它还有这个 我的这个芸汐都放在这里 它还有这个滤网 所以如果你要喝那个有茶叶的 就可以放在滤网里 那我比较没有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它放下去 当然我也可以把洛神花放在那滤网里面 所以它煮好的时候呢 就不用把洛神花挑掉了 所以这是非常方便的 有了这样的一个好帮手 你就会常常想喝茶 因为我以前就嫌麻烦 如果还要去煮杯茶 泡杯茶觉得很麻烦 那现在呢我只要按这个 然后这边呢就是花果茶 我就让它去煮 十分钟以后呢 我就可以喝一杯烤茶 然后即使还可以保温 它就自动保温 然后可以续杯 蛮好的 好 接下来呢 我刚刚说 我们今天还要另外再跟大家示范一道 就是亚麻仁脂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材料呢 有亚麻仁脂 有红糖 然后 咦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吗 哦 这是可可粉 这个是可可粉 这个是红糖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上生态 大豆生态 这是上次我们做直播剩下的哟 再加上两匙 我们就可以了 好 这当然还是我的法宝 这个亚麻仁脂 这是良好的 我再量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大概是一大匙哦 它就会像我们的拿铁一样有奶香味 但是它是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 蛋白质 然后我要300cc的水 可可粉 其实对我们的心脏也很好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要吃这个炒铁 苦的巧克力,因为它也是护心的食物 那我们现在把这几个护心的食物一起加在一起 然后打成一杯好喝的这个精力汤 叫亚麻和可 要喝好的饮料,当然要漂亮的杯子 我们还要热一下杯 什么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享受到它食物最好的本质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平常在打绿拿铁的时候 也会加亚麻仁纸 亚麻仁纸是这样 也有人买亚麻仁油 很多人问我说 要不要买亚麻仁粉 亚麻仁油 那亚麻仁粉呢 我是觉得说 它很容易就氧化 所以我通常不会用亚麻仁粉 我会觉得我要打的时候 我要吃的时候 就直接把亚麻仁纸打 现场打最好 或者亚麻仁油 我也觉得说 因为亚麻仁油很贵 而且也是氧化得很快 所以除非你好好的保存 或者很快的用外 要不然呢 我觉得现场 你每次要喝什么 要吃什么的时候 把亚麻仁纸加下去 然后用一个能够破壁的调理机 把它的细胞壁都挤破 让它里面很好的 Omega 3 现场马上的流出来 然后你马上享用是最好的 好 像不像一杯摩卡 或者我不常喝咖啡 像摩卡还是像什么 还是像卡布奇诺 还是像什么 拿铁 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我自己比较少喝咖啡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可以是怕咖啡上瘾的人 或者喝了咖啡容易抖的人 然后可以喝这一杯 保护心脏 然后让心血管很健康 然后呢也很好喝 今天忘了要撒一点肉桂 撒一点肉桂粉更棒 因为肉桂粉是比较温热的 就比较能够温暖身体 还有据说肉桂粉呢 有摧禽的作用 所以吃过晚饭 不要喝咖啡 我们喝一个热亚麻可可 保护心脏 促进血液循环流通 血液循环 加速 就是让血液循环 非常的顺畅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点 摧禽的这个可可粉 那就更浪漫的夜晚了 嗯 真的好喝 血起来了吗 然后我这里放了绿色的蔬菜 是因为绿色的蔬菜 还有甜菜跟 他们其实也有酱酸酸酸酸甘油脂啊 酱那个酱血压 甚至保护心脏的作用 因为有一种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会鼓励 有心脏病的人带消化甘油 对不对 那个消化甘油呢 它就会在你还在血液下的时候 它就会转换成液氧化碳 然后能够扩张动脉 让血液流向你的心脏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个蔬菜 绿色的蔬菜 还有这个我们的甜菜根 也有这样子的效果 当然它不像药那么快 所以你也不能要紧急的时候再吃 而是每天你都要把它当这个 每天都要吃 我觉得把食物当药吃 比把药当食物吃要好得多 因为你如果不好好选择对的食物 用食物来改善你的健康 那你总有一天就会要吃很多药 就把药当成了食物 那我想对人生来讲 真的是身体负担又很大 然后身体又有病痛 然后各种病痛加在一起 各种药可能又有副作用 交融在一起 可能会让你的生活非常的不愉快 好 那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哦 我的茶已经开始 哇 有没有看到那个漂亮的颜色 好美的颜色 对不对 那十分钟以后呢 它就会自动跳起来 然后我就有一杯好茶 所以我今天呢 有一杯好饮 好的热饮 还有一杯好茶 实在是非常棒 对今天戏纸哦 我家在这个戏纸附近 所以今天戏纸有下雨 不晓得你那里天气怎么样 然后我觉得吃对饮食非常重要 因为我和我先生的健康 都是吃对饮食换来的 因为吃对饮食 而让我先生肝癌 那么大的肿瘤 没有复发 那因为吃对饮食 就让我呢 从这个腰罐子 变成现在的养生达人 而且很多人都因为 我推广的这种饮食方式 而觉得过益良多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孩子们 从小就养成 吃正确食物的习惯 尤其我每次去那些 就是卖糖水的店 大排长龙都是年轻的孩子 我看了好心疼 因为美国John Hopkins大学说 糖是合法的毒药 要是我们的小孩 每天都在那里喝糖水 每天都促进自己发炎 每天都让自己发胖 而这就是我们 未来会失去健康 得到各种耐性疾病 乃至癌症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我就在癌症方怀基金会里面 我们组织了好多的校园营养师 热心的营养师 进入到小学的校园 去教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孩子 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 还比较愿意听父母的话 他们的饮食习惯呢 还没有开始变化 因为都是父母来为他们准备 我们做很多次的调查都发现 到了五六年级 他们的自主性太高 他们的饮食就很难掌控 他们的健康也跟着大打招折扣 譬如说不吃早餐 长青春痘 便秘肥胖 课业觉得比以前变差很多 比比皆是 就是跟饮食有关 所以我们在三四年级 努力的教孩子吃正确的饮食 我们制作了一套 非常有趣的教材 叫做这个麦普雷特大冒险 麦普雷特大冒险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呢就有小王子 这个刚刚这里面 这个是小王子 这是植化术士 里面有很多的精灵 他们去冒险 要打败癌魔王 那他们有一段的路程 从这个全古明园出发 经过这个绿叶症 然后经过可果城 然后要经过这个枝多火山 最后再跟这个癌魔王 苏时代 我们已经完成了两部分 一共八级的动漫 小朋友每次看的目不转睛 然后看完动漫以后呢 我们再去跟他们交换饮食的这些 分享饮食的资讯 他们都好有兴趣 而且热烈的举手回答 那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三部分的教材 一共12集还没有完成 那大概需要300万元 所以我们在泽泽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叫泽泽一个募款的一个平台 发起了这样的募款的行动 希望大家能够来响应 因为你上去响应募款的话 我们会有特别你在市面上都买不到的礼物给你 包括我们的小王子的USB啊 还有很多蔬果造型的精灵啊 你还可以帮他换衣服啊 蛮好玩的 所以也可以跟家里的小孩子一起玩这样的游戏 让他们从游戏中学会怎么样的来 这个保持自己的健康 保护自己啊 然后避免不好的食物 拒绝坏的食物的诱惑 看清楚了吗 其实你可以上我们的基金会 也可以上这个泽泽 就是泽泽称奇的泽 一个口一个泽 泽怪的泽 泽贝的泽 泽泽称奇 也可以到那里去看到我们的 就是麦普雷特全食物动漫 就是台湾第一个 第一个食欲的动漫 然后去帮我们点赞啊 帮我们这个响应我们的活动 好 还有太多的朋友每次都在问我 我有没有 这个 我有没有代言什么的苦茶油或者什么 还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我有没有谈够 甚至众声明 我们这里没有谈够 然后我也没有代言 绝对没有代言苦茶油 也没有代言这个锅子 请大家密切注意 还有以前也有什么 各种都有 但是请朋友们相信 我真的没有在演书上卖东西 没有 所以如果有看到我的肖像 那都是被盗用的 千万别受骗了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德书饮食 有没有深入你的心呢 我再提醒一下 从今天开始 这个温度会慢慢的下降 然后昼夜温差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大 特别到了那个清晨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在清晨 然后容易会有这个心机割则的发生 所以在清晨的时候呢 要起床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不要立刻起床 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 先活动活动手 活动活动脚 尤其是脚这样子 一上一下的时候 就是在给我们的心脏打血 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平躺的时候 我的脚掌就会这样子 你也可以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做 我比较舒适 所以我早上这样 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 也先动一动 手动一动 然后再慢慢起床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 年纪比较大 心脏回流比较不好 也就是说我们小腿 血液回流不好的话 这也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的血液循环 那特别要注意多喝水 我在床头呢 通常都会放一瓶保温的水 因为我比较冬天了 那喝冰冰的水不舒服 所以喝一杯温水是比较好的 另外呢 就是我今天要示范一个 叫做垫脚的运动 我要用我的脚来帮自己举重 不晓得大家看得到吗 我要不要到这边来 可以看到吗 就是这样 很简单 你三不五十就这样动一动 动一动 动一动 就是促进自己的血液循环 那有一个日本医师呢 他教大家 每天 好像大家现在都久坐嘛 血液循环都不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在一段时间 比如说一个小时就起来 这样子快步跑 就是脚不停地往下 快步跑一分钟 你一天做个几次 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所以血液循环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心脏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心脏停止超过几秒钟 我们可能这个生命就堪虑了 甚至有的人就醒了以后呢 也会这个有很多的后遗症 所以最好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平常要吃什么饮食 请大家留言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什么饮食 你还记得它的原则吗 如果记得的话 也可以自己写下来哦 天天蔬菜要吃多少 水果要吃多少 还有这个 还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我就是要介绍海带 因为海带呢 还有海带牙 对我们的心血管也非常好哦 因为它有一种 它有一种叫海藻胶 它会捕捉我们身体过量的脂肪 所以平常我常常会把海带牙呢 来做一些小菜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海带牙 或者做一个味噌汤 那它只要稍微汆烫一下 就可以使用了 非常的方便 大家拿来做汤 然后这个拿来做高汤 你看才30分钟不到 有没有看到 它已经把那个 我们海带里面的鲜味 都已经萃取出来了 以前有的人是要用那个做高汤 他是要把海带放到锅子里去烧 但是如果你有好水的话 你用泡 它那种鲜味就出来了 也非常好 我就会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保存 然后需要用的时候 就把它当这个高汤用 所以通常一两天之内 就会把它用完了 还有 还有 对 不要忘记了 我的好朋友们 11月23号 我最后一次的分享会 最后一次健康大使的分享会 下午3点到4点 在板桥圆板中山店 10楼 板桥大圆板10楼 板桥圆板的10楼 希望在那里能够见到各位好朋友们 也希望好朋友们 再来给我打杂气 因为最近受到一点点影响 士气有点点低落 所以大家要多给我打气 把你 因为 这个改成了这样子的饮食 带给你的好处 再来跟我分享一下 再激励我继续分享的热情 还有 不要忘了 要给我 按赞 如果今天你前面没有看到 没有关系 你去 你按赞 抢先追踪 将来就会提醒你 还有 我有很多的影片 在YouTube上 所以你可以订阅我的 可以订阅 不是订阅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陈月卿 养生达人 不要忘了 开启小铃铛 他会有没有听到很美妙的声音 这就是 这壶茶好了 他提醒我 茶已经好了 茶已经好了 那我现在也倒一杯茶出来 今天真好 我又有茶喝 又有咖啡喝 有可可 热可可 热亚麻可可 你看多有营养 所以 这个美味的食物来养生 真的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就不怕下雨 也不怕心情低落 因为有美食 可以福育我 让我非常的疗愉 你看这个颜色 多美呢 有一点点红 微微的红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样看得到吗 我们的粉丝 看得到我的漂亮的茶吗 我们的粉丝看得到我的漂亮的茶吗 我们这星期都过得更健康 更快乐 对生命更充满希望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周再会咯 拜拜 拜拜